近日,澳大利亚阿德莱德·珀斯两市出现带有中国公安,logo的车辆外观十分逼真。 由于时机敏感,社交平台上掀起热议,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《澳大利亚新闻网》报道, 澳警方日前证实街头的确出现类似车辆,上面用汉语标记警察和公安字样。 这些车辆出现在阿德莱德CBD级周围区域。 警方称,正在调查这些车辆的具体位置,并调查是否涉及任何违法行为。 一名涉事司机向警方透露,车辆上的标志来源于在网上购买的贴纸。 贴在车上只是想开个玩笑。 在与警方沟通后,贴纸已被取下,西澳警方特别指出, 虽然复制澳大利亚警车的外观是违法的,但还没有法律规定复制其他国家警车也属于违法。 果不其然,由于时机敏感,不少澳媒都将此番景象,与在其本土发生的香港示威活动相关联。 最近几日,一些所谓支持香港民主的示威者,在澳大利亚搞起小动作,在墨尔本,甚至发生暴力冲突。 澳媒采访了集会的组织者夏洛特,并询问了有关高仿中国警车的报道。 夏洛特先是提到,有些人对此感到害怕,说实话,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。 起初我们认为他只是玩笑,直到今早,我知道珀斯也有类似的车辆,我们开始有点担心了。 接着,他杀有歧视地反问,这可能是中国政府有组织的活动,还是只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恶作剧。 绿党议员弗兰克斯称,需要加强立法,防止有人在澳冒充外国警察,他还称将引入法案,确保冒充警察在南澳是违法的, 并发出一个明确而强烈的信息。 即我们支持和平抗议和民主,据海外网了解,类似事件在澳并非首次出现。 今年4月,墨尔本街头就曾出现,高仿版中国警车。 由于车辆品牌多为宝马和路虎,外界猜测,这些车辆可能是留学生改着玩的。 当然,我们不鼓励这样的行为,但若有人借机煽动恐慌,就要质疑是何居心了。 这一话题在微博上也引起关注,不过中国网友轻一色地认为,不做亏心事,有什么可怕的? 也有网友说,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国家也有,个性化涂装,在有些国家是可以的。 只要不是英文名称都没问题,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